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其中交通领域的颠覆性变革见证了中国发展,刷新了中国速度,彰显了中国实力。 回望70年,从时速40公里的东风行内燃机车,到今天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,从出行困难到打飞机成为寻常选择,中国的交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 今天,飞机翱翔蓝天,地铁穿梭地下,高铁闪过大地,巨轮披波江海。 从百姓便利出行,到绿色交通,再到如今的数字交通,交通领域不断与时代接轨,与人民同步。 海陆空交通的立体发展,也奠定了中国交通大国的地位,为成为交通强国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